原本想发羊财,如今却遭羊罪 这么冷,它是在这放多少时间的? 家宁起个点吧,起个多点 孙女的一句话,为什么让她伤感落泪? 说这句话,说得太难受 冰天雪地去放羊,收获羊羔,是喜是忧 羊价低落,养羊户如何突围? 聚焦三农正在播出 欢迎回来,刚刚经历了强氧温,让大家都感受到了冬日里面的寒冷 不过呢,我们从这张照片去可以看到 在这冰天雪地的天气里,内蒙古呼伦贝尔的一些养羊户仍然还在放牧 可想而知,它们有多冷 那么这些养羊户为什么要在寒冬里面放牧 它们今年养羊的收入怎么样呢? 我现在来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 那在这样的天气里,我感受到更加的寒冷 那么在这个寒冷天气里呢 这里的养殖户,它们养的羊怎么样了? 今年的效益怎么样?我们过来看一下 冷不冷啊? 好脸 都不痛,一定都出来了 是吗? 那这么冷,它是在这放多长时间的? 加仅七个点吧,七个多点 七个小时一直要在外边站着吗? 对 我看看你穿了多少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 里头还有吗? 五层 六层 王绍鹏告诉记者,今年羊价特别低 在这寒冷的天气里,放牧也是不得已 他家养了五百多只羊 现在草料贵 一吨草料一千多块钱 如果五百只羊不放牧 一天就要吃掉三百多块钱 而他自己放牧还有一个原因 现在雇人成本太高了 现在雇人是三万块钱 放一年 阿娘还没有人挣得多呢 所以说现在就我自己放了 尽管自己放牧减少了养殖成本 但今年羊价降到了冰点 这让王绍鹏显得很无奈 王绍鹏说 从2014年到2015年 已经连续两年 羊的市场价格低迷 本想着把羊卖掉 出去打工 以缓解生活的困境 然而现在不仅是羊的价格低 而且贵贱没人要 本想发羊财 如今却遭了羊罪 每天中午就这么吃啊 对啊 那只能带这些东西了 这豆腐冰茶还能吃的吗 能吃 那没啥吃的 来妈妈来 就还有给他一点 那必须的 滚 小王说 像他这样 大冷天放牧遭罪的 还不仅他一家 村里其他的养殖户 都跟他一样 这羊都是你的 有多少只啊 年大大小150多个 像今年一只毛羊的话能卖多少钱 不好一点就三四百块钱 那现在还有多少只羊没卖出去啊 我这打人再卖一半 这来到年了 花钱这样也多了 这卖不出去 这个价格太低了 今年54岁的刘树易 从2014年开始养羊 原本指望着通过养羊 改善家里的生活 没想到 羊价连续两年持续低落 大儿子患有先天性疾病 不能劳动 一家五口人的生活重担 就落在了刘树易的身上 养羊这哪个不值钱 这夸夸一桶桶那么大 这会儿没人都当菜牛买 这养几年牛不行 种地那几年收伤也不好 这没人就又养羊 养羊刚买过两个来院 这羊开始掉羊 本想靠劳动致富 却接连遭遇不幸 现在羊也卖不掉 想到还欠着的 八万多块钱借款 还不上 刘树易倍感压抑 过年要不要新衣服 要 想让谁给买啊 爷爷 爷爷有钱吗 不知道 嗯 刘树易说 每天忍动挨饿七八个小时 就是为了让羊能够吃饱 即便是放牧的地方 离家只有一里多路 他也不能回家吃口热壶饭 后面这兜里背的什么呀 这个是怕羊下高的 怕羊下高了 完了装子背 对于刘树易来说 尽管现在市场行情不好 但是这些羊是他们家生活的希望 羊产高越多越好 再难养也得养下去 很难想象 在这么寒冷的天气里 如果真的母羊产下羊羔 刘树易该怎么处理呢 是喜是忧呢 今天我们是否能遇上呢 这边有羊要下呀 这边过来 快快这有羊要下子 好嘞 快来快来快来 这弄出来了 快来快来快来 哎呦 这羊羔 哎呦 你这会冻死了吗 放上去 不能放这帮上毛 啊 放上去 哎呦 来 来 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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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填 这样给它包上 回小衣服 你还别说这下羊羔真让我碰上了 嗯 那下的羊羔心里高兴啊 高兴 高兴是高兴 现在的市场行情也不好 增加费用 现在两难了 又得了一个小羊羔 刘树易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刚开始养羊的时候没有经验 买的羊的品种不好 不仅下的羊羔成活率低 大羊也卖不上价钱 这个就是 海洋串 下羊羔它大羊一瘦 羊羔它也不活那么多 据了解 从2014年到2016年1月份 我国山西 黑龙江 江苏 内蒙古等省区 均出现了养殖户卖羊男的现象 那么前几年原本不愁销路的羊 为何近两年却遭遇降价 甚至滞销呢 羊肉销售市场又是怎样的呢 记者在北京新发地羊肉市场了解到 从2015年到现在羊肉销售价格一直低迷 直到2016年春节前销售旺季 涨幅也在一块钱左右 销量也没有增加多少 一边是养殖户卖羊男 一边是市场行情低迷 这样的现象 业力专家又持何种观点呢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供过于求 因为近十几年来 我们国家羊肉的价格都是一路在上涨 人们认为有更多的获利空间 活养价格的下跌幅度 大于我们羊肉的下跌幅度 那么农牧民要想把活养卖上一个好的价格 是非常困难的 业内人士分析 一是由于羊肉连年走鞘 从事肉羊养殖的农民增多 存栏量增加 二是进口羊肉进入国内市场 增加了市场选择的余地 三是品种老化产业链条较短 但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同样是养羊 刘淑义他们亏得苦不堪言 有的养殖户却靠养羊赚到了钱 这其中的原因在哪里呢 刘淑义他们的羊最多能卖到六块多钱一斤 而在拿鸡团农场 养殖户张宏亮的羊却卖到了八块多钱一斤 相差为什么这么多呢 这个羊你看它比较多好啊 我们就为这个品种 这个纯这个细毛子串的 这品种也好 这个标型 毛快的航行你问也还没有了 咱们提供它的是总羊 那么咱给它签订订单 回收羊保底价格 那么我随着市场 还给它加价 爱心的养羊 不用担心 后不知忧 据了解 林国华针对当地养殖户品种差 缺技术 缺资金 单打独斗的情况 和呼伦贝尔纳基屯农场建立了 以养代收的养殖产业链 使一些养殖户规避了市场风险 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 仍有利润可赚 那么这条产业链依托什么来带动养殖户 稳赚不赔呢 咱们公司有一个成熟的一套体系 咱们现在有的一个肉食加工厂 那么又有一个物流中心 还有个两万七千平方的四万吨 粘土能力的冷链物流中心 销售销售的渠道又有多个窗口 市场这块呢 我们在北京上海山东青岛 我们都有销售的出口 所以说市场问题呢 我们可以比较有效地处理和解决 而了解了刘树毅他们的养殖困境后 林国华决定去帮他们找找原因 这就是棉养殖 棉养殖 你看它的毛长 你看它的看顶 潮的挺大 出入率不行 它改良的重新 这个品种就是不行 这个品种就不行 出入率低 出入率低 成果率低 成果率还不低 就是出入率低 肉质还不好 这两下就把老百姓斗了 如何改变养殖户发羊财 不遭羊罪的现象 怎样规避市场风险 对此业内专家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从未来来看 我们应该减少活羊的跨区域流中 能够就地屠宰 那么把羊肉运出来 所以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呢 就需要我们的养殖户 与我们的合作社 与我们的屠宰加工企业 能够形成利益共同体 现在看来 羊肉的价格有所下跌 但是下跌的幅度低于活羊的下跌幅度 那么就说明 我们的市场需求还在了 长期来看 我们的龙头企业 应该与养殖户形成利益共同体 我们把羊的品种改良了 市养标准化了 我们养肉的产品也标准化 品牌化 能够卖上更多的价钱 牧民养羊和农民种粮 遭遇到同样的难题 散户对市场一抹黑 盲目扩大种养殖规模 好不容易种养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 产业不发达 市场话语前小 辛辛苦苦只能赚点小头 要改变这种赌市场的局面 就再也不能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了 在市场进行预警 做强做大产业等方面 必须痛下决心 只有这些关键的基础环节做好了 便盲目跟随市场 到主动把握市场 养羊和重粮 才不至于靠壮大运来决定收成 下线预告 这里大概就四五个小时 他们的资金流量 已经达到六十一万元 莫让支付宝红包 变成赌博的工具 有那个蜘蛛网 那白色的网 18岁小伙 耳朵难受无比 检查发现原来里面 竟然藏着一只蜘蛛 更多内容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收看 欢迎回来 如今逢年过节 大小喜事 大家已经越来越习惯 用微信或者支付宝 来互赠红包 这成为了一种新型的互动方式 抢红包 也成为了聊天群里面的热闹事 很多人都用红包来讨个彩头 但是有些人却心生歹念 居然用红包来进行赌博 近日支付宝公司 向江苏警方提供线索 说有一个聊天群 建立在支付宝平台上 群主每天聚集了上百名网友 发红包 资金往来比较频繁 疑似在赌博 我们后来监控了 从晚上8点到凌晨1点多 这里大概就四五个小时 他们的资金流量 也已经达到60亿万元 支付宝红包 没有数量和金额的限制 要进入这个群 必须先向群主 交纳344元的保证金 然后才可以参与抢红包的游戏 如果有人抢到最后两名 不返还344元的话 群主就将他的保证金扣掉 并将其踢出群 警方认定 这种所谓的抢红包游戏 已经有固定的组织形式 红包群也成了名副其实的赌博群 在相关网络平台的配合下 办案人员在江苏 浙江 福建 贵州 山东 五个省份 共抓获了13名犯罪嫌疑人 据查 李某是群主 来自张家港市南风镇 起初见赌博群时 参与者都是当地的村民 其中有三人 后来成为了赌博群的固定赌客 而广东人张某 则是拉人头的股东之一 就是收到688块 然后发600块钱出去 然后其中78块是要转给群主 就是赌博群 对 警方透露 这种赌博形式隐蔽性非常强 参赌人员随进随出 涉及很多社会群体 不乏一些农民工在空闲时参与其中 而最吸引人的地方是胜率比较大 两名人是输钱的 那么另外四个人事实上他是赢钱的 那么他的这个人呢 胜率可以达到66.66% 就是三分之二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一种赌博形式 可以达到这个概率 自2015年9月以来 李某等人建立的赌博群 共进账1000多万元 先后数百人参与 这也是江苏省破获的首例 利用支付宝平台开设网上赌场的案件 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朋友 尤其是一些年轻人 加入了抢红包大军 在这里呢 要提醒大家 亲朋好友之间 抢红包互动娱乐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掉入红包赌博的陷阱 越陷越深 如果遇到这样的赌博群 可以向公安机关取报 1月24号上午 胡丹省淮华市18岁的小巷 因为耳部不适来到医院求诊 这一检查可把他吓了一大跳 原来是一只蜘蛛 在他的耳朵里面安了家 感觉上有个什么东西 钻进去了 然后自己在家也用 掏耳朵一直在掏耳朵 越来越不舒服 后面就来到我们耳鼻头医院来检查 检查以后呢 让我医生跟我说 我耳朵里面浸了一只蜘蛛 当时我也很正经 据小巷自己描述 几天前晚上睡觉时 突然感觉耳朵很不舒服 随后用年轻掏耳勺清理之后 也没见掏出什么东西 接下来几天 不适感一直存在 总感觉耳朵里尽了什么义务 左侧的这个外耳道里面 有那个蜘蛛网 像白色的网 我说怎么有网呢 再仔细看一看 就看到他的小爪子在里面动 这是就是很活的 小巷一听耳朵里面 爬进了一只蜘蛛 顿时吓得不轻 医生考虑 由于蜘蛛蟑螂之类的虫子身上 有触角钩刺 一旦器械对他逼近 他会本能的负于顽抗 会钻得更深 身上的触角钩刺 有可能划伤耳道 甚至划伤骨膜 尤其不能直接用器械取出来 因为他活着没法取 要把它死掉以后才能取掉 所以要点了这酒精以后 这个蜘蛛就死掉了 医生当即决定 采取最为安全的摄取方法 在小巷的左耳塞入 张了消毒酒精及麻醉剂的纱布 通过几分钟的等待 蜘蛛被麻醉晕后 经手术吸管吸附 才被顺利取出 就在取出蜘蛛时还发现 原来这只蜘蛛 居然还在小巷的耳道深处 织了一个严密的蜘蛛网 经过了一声认真细致的清洗 才将这张网彻底清除干净 如果遇到这样的事件 医生也提醒 不管是活体小虫 或者是其他的异物 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处理 千万不要自己强行掏把耳朵 以免对耳道甚至骨膜 造成更大的损伤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想联系更多节目信息 查询往期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市网 农市网的官方 微博 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 央视网查询浏览 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请登陆去交散动栏目的 官方微博 微信 我们会认真阅读 您的每一条留言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